看来老夫要仔细找一个碧雨的去处了 王爷在看什么呀 竟然如此入神 桌上有一局残骑 太师不妨猜一猜 是何人之白子 王爷自其意高筹 老夫不过是一介俗人 哪里有这等本事 太师过谦了 依本王看 若论善意 满大宋也没几个能与太师一较高下的 王爷谬赞了 皇上明日返朝 不知王爷打算何时启程啊 作为臣子自当办将 难道太师还有别的打算 李晨飞失踪多年 如今却忽然现身 一时间老夫竟然变不清 此中是凤凰涅槃 还是一花结木 您说呢 你我二人皆是肉眼樊胎 见他自然如隔镜事物 但索性有杨太妃火眼金睛 待皇上还朝后 须时真假 一切自见分晓 有一些事情 牵一发而动全身 若是后宫生变 也不知即将牵动的 是何妨 黑云压城的确要变天了 黑云之下是大雨 久旱逢甘霖是好事 王爷 王爷 王爷焉知 久旱之后必是甘霖哪 王爷忘了 还有一句话 叫大旱之后必有大落 有些事情 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是有些事情 它也是会一成不变的 王爷大可不必弃人忧天 有道理 是甘霖还是红烙 终归都是后话 然则这场雨要下 已经成定局 非人力可足 看来老夫 要仔细找一个碧雨的去处了 老夫年事已高 精神不济 这就先是赔了